面包是荷兰最重要的传统食品 荷兰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健康美味的面包 据2016年统计 荷兰每年人均消费51公斤烘烤食品 换言之 荷兰烘烤食品的人均消费居世界之首 荷兰具有悠久和精湛的烘烤传统 擅长烘烤各种食品 比如手工面包 脆皮面包卷和工艺复杂的糕点 早在900年前 我们就开始商业运作烘烤生产 并从那时起不断完善这个行业 将其驻步推向炉火纯青的程度 生产安全和高质量的食品 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的食品畅销世界 为了协助中国迅速兴起的烘烤工业 稳健而高效的发展 中国和荷兰的企业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 成立了知识研究所 荷兰政府还组成了中国烘烤技术集团 也就是Bakery Tech China 中国烘烤技术集团旨在于中国合作 建立灵活应变和全方位的生产线 并且扩大烘烤食品的生产规模 最新的技术、设备和培训 将协助中国的烘烤业 研发出新的烘烤食品 建立起新的公认的品牌 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综合联手的目的 就是帮助您提高您 烘烤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在于使用最新技术 来提升您烘烤企业的核心力量 其中包括自动化、高产量、产品灵活性 和企业拥有者的价值 烘烤工业的生产 需要实践技术和应用训练 中国烘烤技术集团 不仅研发并且提供此类技术和训练 保证烘烤食品的安全 是我们价值链方法的重要元素之一 何方所有的合作成员 无论是私人企业 还是公共事业单位 都能够提供烘烤价值链上的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通过共同合作 我们能够为您的烘烤价值链 提供全方位的设备和技术 我们诚振希望与您携手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